《聖女之歌》 久等了各位玩家 正宗台灣製造的《聖女之歌》系列作 終於有最新消息囉 《尤為金科技》宣布的續作《聖女之歌 Zero》 終於釋出 並在台北三創舉辦回顧展 現場展示了從《聖女之歌》一代開始的系列周邊 讓玩家能回顧多年來的歷史 而女主角之一夏瑪也要出遊戲與玩家們互動 這次醞釀14年的《聖女之歌 Zero》 將故事線圍繞在《聖女之歌》一二代中的 特拉希爾生命術 歷代的伏筆與謎團 都將巧妙地在這次《聖女之歌 Zero》中展開 《瘋雷團隊》這次也親臨現場 與玩家們解答多年的製作秘辛 強調這次《聖女之歌 Zero》 累積多年的製作經驗 將成熟的《聖女之歌》世界觀 以橫向動作遊戲重新詮釋 希望新舊玩家能夠重新認識《聖女之歌》這款遊戲 本作《聖女之歌 Zero》 宣布將於12月23日登陸 Steam平台 支援繁中日語英語系 並會持續更新多國語言版本 身為台灣製造的強作 玩家們一定要支持一下囉 玩家們